環球路業呈現食柱上主持 梁振宇巴拉莎 你好 又回來了 你好 又回來了 你經常出去訪問這麼多新人 有沒有新人的態度很差 以為自己是大明星 也有的 也有的 是啊 可能突然間 因為某些新版紅了之後 自以為自己是林德華 是啊 如果是這些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放棄他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謙卑的新人 所以的話 最近我都看好那個藝人 我也有簽到他做經理人 是吧 你也有做經理人的工作 對 有 是的 因為自己在網站都認識很多商家 或者是電影老闆 可能他們都需要找藝人 不如自己看好藝人 就幫他在那裏 曲宣傳 不過我簽他回來之前 我都跟他說清楚 你一定要乖 是啦 因為一個 你很有性格 很多時候失場 那些會很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我覺得StarsHK除了做就了一班新人之外 亦都幫了一班沒有經理人的 平衡的藝人 其實有很多的 說的是 先樂都 黃蓉 甚至乎我 我們都是沒有經理人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幫我們自己做宣傳的 我們當然要經常去認識不同的記者 認識不同的平台 如果你說很大型的報章集資 那些他們又會很有要求 他們會選擇的 又不是偏偏幫你出的 但好像StarsHK這樣 會容易些 整件事舒服些 大家有商有商量可以聊 不是說你不穿低控不報你 沒有這些的 有時你穿太小衣服我不會出的 是不是 太暴露了 不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你這件事做得非常之好 又可以幫到別人 你又可以認識到多些朋友 又可以幫到年青那班 很好 然後又有這麼多不同的生活風格 跟男人看又對 女人看又對 是不是非常之好 那些藝人方面 例如像你這樣 其實有接到工作 當然要做工作 做完工作 可能自己寫回自己的報道 可能我這次拍這部電影 可能我未必是一個主角 但是我有一個角色 經常我有什麼發揮 可以寫出來 如果是你給我一篇報道的話 那我的主角就會落在你了 就不是什麼 可能不是電影的真身正正的女一 但那些報道你就是主角 那些人就會認識到你更多 那這個就是出報道 但我們的報道就剛才也說了 可以寫多一些你自己的感受 就不需要夾一些八卦的東西 或者什麼那些下去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看法呢 不應該是覺得 越多炒作 或者越多新聞就越好 不理不理三春二十一 總之有東西出就出 就是你怎樣看這一種的新人 因為我自己都有一些堅持 就不 譬如明知有時候去夾新聞 或者是假 誰跟誰假拍拖 然後假裝拍拖 那些 我們就不想用這件事 來幫他提升人氣 反而是想正面一點 來提升人氣 真的想用他的演技 但是正面的東西 真的沒有什麼人看 比起負面的東西 是 但是你做了東西多的話 譬如反而人看不多 但是可能是一些 商家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演唱會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商演 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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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會有機會 這個也對 因為其實我發覺 有很多藝人朋友 都是會不斷地 有些很古怪的新聞出 其實他出十篇 可能有七篇 都是一些負面的新聞 來的 其實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你想真點 所以我網站 就有一篇負面的新聞都沒有 我寧願不出 但是我出的話 都是一個正面的 正面的 幫你的 我覺得會好一點的 因為你起碼 接觸到 不如這樣說 就算 可能我吃著想 通常都是很正面的 留言 全身濕之蛙 才算 另外一個節目 主題都是 Sess and Relationship 野來的 我目見 就是有兩班粉絲 有一班可能會令到你的人數 感覺多了很多 但是沒有得益 全部都是來說一下 要不就是罵你 要不就是說完完全不色情的 沒有用的 這班人也不會幫你帶來 工作 也不會說 當你有活動的時候 出席 來支持你 也不會的 有一班反而不是很出聲 未必是 經常都很活躍的 這班人反而就是忠實一點的 是 他們經常都會去追蹤你的 當你有活動的時候 會來支持你 所以一個藝人 其實真的要出更多報導 當然可以在我身上出更多報導 那變成了 你有出到報導的話 你又分享回到 Facebook IG方面 等到你的粉絲 就會知道你的動向 也是的 你想想 如果單靠一個藝人的IG 說真的 每天看都很悶 你去Canny的StarsHK 一看就看十個 那我也很開心 我也是 對 因為在網站上 真的有文字去描述 那件事 不是 就有IG只鋪幾張照片 那你當了經理人 你覺得 有什麼困難之處 你現在簽了多少個藝人 我就是不貪心的 我只是做一個 因為你一個都未養得飽 那你怎麼簽幾個呢 OK 所以就是暫時一個 那怎樣可以令到一個藝人 他會多些人認識你 哪一個都好 那其實 首先除了剛才說的工作 那你工作完之後 那你自己要真摯自己 工作都很難的 別人又 就是 預網都七年 但是藝人又沒有七年 可能只有七個月 那你怎樣 你堅強推給別人 別人未必要的 那我有個優勢 因為其實 如果 我的藝人 那其實 他都會 可能他去拍攝 那他拍攝之後 我又會幫他出一些報道 那他會幫他做完宣傳 那也是 變成一間公司 他會覺得原來 我一有這個藝人 那他會送這麼多東西 那他會送這麼多東西 對 那他就會多了機會 那這個又對 你還要不只是出 StarsHK Yahoo 又有 新浪又有 變相都是幫那個電影 或者客戶做了很多 免費的宣傳 是的 那這個就有少許 那還有 就是 有時候他們找我 因為 因為我幫了很多PR 可能出一些報道 這樣認識了他們 那變成他們 可能到時候 可能他真的需要找藝人的時候 那又會找我 幫忙找我 因為其實我跟藝人關係好 是 因為其實我真的沒有負面 那你變成又做了PR 是的 因為其實 廣告收入其實有多少 那變成 其實在周邊的收入 才是主要收入 即是搞活動 event 是的 或者是 我可能做一些產品宣傳 你還八粒這麼多爪 Kenny 好厲害 我自己也是一個機會主要者 是 那不是壞事 是的 覺得現在是這個機會 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就試了 所以就會找到一些 找到一些藝人幫我 可能會做到整件事出來 大家就會相應 也好 那會不會簽 你現在的新人是女生 她是女生 她喜歡拍戲 但是她就以前 即是未簽我之前 她是一個臨時演員 或者是特約演員 其實真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你臨時演員 還是特約演員 那你去到拍完東西 就會帶你走 那你就未必有機會 接觸到老闆那些 是的 接觸到都未必有 我會帶她多了去活動 眼界會廣了 你怎樣看現在香港 其實多了很多國內的藝人來香港 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這樣 你覺得反而 他們會不會飽受歧視 因為可能有少少口音 或者其實 你從樣貌上 都會看到有少少分別 是啊 都是的 因為其實香港 很多時候 你有口音 就不必用你 但是也會有些角色 可能需要一些有口音 真的可能拍一些 講國語的 講國語的 生意文題材 就會適合她 那當然 是的 香港也有很多人 回大陸發展 是的 我又想說這件事 發覺現在 中港兩地 尤其是登台 因為其實香港 大大小小的星 都是回大陸登台 是的 所以我都會 叫他們 要多些回大陸 拿多些經驗 譬如 不要嫌錢少 那你起碼先拿了個機會 那你多些 去表演員 那你又出回報道 那你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人認識 那標準就越來越厚 是的 然後你的價錢 就會升 那也對 其實就是 不如這樣說 你的想法 就很正面 而且是很 慢慢來 即是不能急得的 其實有些事情 是的 我不會讓他們走捷徑 但是我幫他們上 那非常之好 是的 所以藝人 我覺得他們除了自己 懂得唱歌 或者拍戲之外 他們自己也有 另類的技能 例如 可能 他走去 我煮菜很厲害 那你就多拍些煮菜 放上youtube 讓人認識你 即你都會鼓勵他們 去做youtube的事情 即是做youtuber 是的 在不同地方做宣傳 是的 即你有youtube 在facebook 在什麼地方 你都盡量展示到 你懂得的事情 這個非常有趣 因為我認識另外一個類似的平台 但他們沒有那麼多報道 但他們的影片 只是可以在他們那裏出 即是他們不會被藝人 或者被任何報道放在youtube 所以很多人去到最終 即是不理會他們 即是不理會他們 都沒有意思的 即是只是放在你的網上 你的網上 又不是做得特別大 是不是 反而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放上youtube 是挺好的 會覺得他們應該在多個渠道 都會有人認識他們 所以最近都有直播 做多些直播都是好的 譬如我煮菜很厲害 我直播自己在炒菜 那可能做一下 然後你就變成一個飲食大人 那你就變成 可能好像肥媽那樣 那你就可以多人認識你 然後你紅了 那你又多了拍戲 演出機會 我想問一下你 這個是你對直播的看法 都挺有趣 因為我經常覺得 不如這樣說 你怎樣界定一個新人為藝人 即是怎樣界定一個藝人 我自己對藝人是很闊的 好 因為藝人是一個從事演藝的人 事實上是對的 是的 從事一個藝術性的就是一個藝人 他可能去唱歌 去畫畫都是一個藝人的 藝術的 是的 所以就是這個 總之我可能藝術性 他自己也是一個藝人 但是他怎樣由一個藝術性 到因為可能年長了 可能轉型 藝術性 應該說 但是藝術性 但是藝術性 怎麼可以將他慢慢演變成藝人 因為無故而 可能只懂得行企拍照 怎樣可以懂得拍戲 那你就要懂得去進修 那這樣說法 即是在你心目中的藝人 就是一定要踏入這個演藝 有少少演藝背景 又或者會唱歌 亦都有出過一些show的 作為藝人 或者是可能 闊著闊一點 可能一個網絡紅人 都是一個藝人 在你心目中 網絡紅人都是藝人 因為網絡紅人 他怎樣可以令自己紅 就是可能他真的拍片 他真的拍片 其實自己也是一個主角 OK 拍片別人拍 其實你也是 我可能在做一套戲 只不過你那套戲 放在YouTube給別人看 這個見解又非常有趣 但是對 是啊 他有他的舞台 我也希望網絡紅人 做一些正面的事 又不喜歡用一些 可能做一些古靈精怪 或者很噁心的事 那些 是啊 因為你譬如 有些可能化妝很厲害 我經常在化妝給別人看 那都是網絡紅人 可能小花 小花拍片也不便宜 是啊 那他們就用自己的 另一種技能來賺錢 但是KOL 這些是KOL KOL 和藝人其實也有一點點分別 其實我自己都經常質疑 何謂藝人 因為Amy 大家都知道Amy是我的partner Amy就經常都說 哎呀巴薩 你的神就說你是藝人 你什麼不是藝人 就是這麼多報道都不是藝人 那什麼是藝人 他就經常叫 喂不是的 你要跟自己說 那你都拍戲 所以你經常是藝人 但是我就很誇張 就是我經常覺得藝人 是要劉德華 吳君如 這些才叫藝人 那些叫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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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高一個層次 對 再高一點 但是都 其實自己的心 就是看自己的心 自己覺得自己是藝人 就是藝人 那也不是的 那真的要有些功夫交出來 那這個就要自己不停地進修 可能自己未懂拍戲 要演戲 但是我又沒有錢去進修 那為什麼就多看一些戲 那多看一些戲 那多看一些戲 就是自己嘗試模仿去做 因為其實你去拍攝 你都要去演一段戲 那你學了回來 到時候你練好幾好一些對白 那你就可以很自然地演出來 那你現在簽的新人 他叫什麼 劉婷婷 劉婷婷 劉婷婷主要做的就是演員 是嗎 演員 那你會不會想著 有沒有計劃 因為下一個就是歌手 那當然一個 都做人 都做他的 當然一個演員 不會局限自己 懂得演戲 他都要去唱歌 因為他可能都要登台 所以都要練歌 都要去 可能要找些歌給他去唱 因為我知道你們也有出去做訪問 亭婷也有做一個主持的工作 也有做過 不如這樣吧 我們這節有少許時間 我們播一播 亭婷出去訪問 一間餐廳的片段給大家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婷婷 桑霞 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是沒有免費的午餐 今天我們來到瘟仔風雲演芝麵店 因為這裡很尊重舉行 大慰望芝麵比賽 只要是7月21號至7月31號 來到瘟仔風雲演芝麵店 不是附任何一款芝麵 可無幸又添加芝麵優惠 如果你能夠吃到一千三百位芝麵 有資格參加8月18號 在瘟仔風雲演芝麵旅行的 中型瘟仔風雲演芝麵旅行 祝福大慰望芝麵 只可以有三千萬的旅行組合 購買一千萬的機會 平足 Let's go 現在來到我們挑戰的時刻 現在在我面前這裡 一個有三盆的麵 這個是200g 這個是300g 這個就是800g 一個有1300g 不知道我們接下來的挑戰者 能否成功吃完這1300g的芝麵 現在由我們的挑戰者出場 Kenny Hello Hello 我現在就… 現在就開始吃這個1300g的芝麵 好 那我開始了 好 加油 好 這個芝麵 你看上去是紅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很辣 現在吃了300g 還有200g 然後吃完之後就吃了370g 這樣就結束了 我相信我也可以的 暫時 我應該大概一半 差不多 看到Kenny 吃到這麼容易 就吃完300g的芝麵 我也很想去挑戰一下 待會我吃完 你再試一下吧 好 哇 好厲害 1300g的芝麵 你已經成功吃完了 你成功吃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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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繼續進入 非常不好的終極竭菜 那現在呢 就輪到我來挑戰 1300g的芝麵 原來1300g 都真的有能度 如果真是平時好吃的朋友 你們如果想拿著這次的機會 想挑戰成為大慧紅 你們就在7月31號 記得來到溫宅 高雲園尖麵店 挑戰1300g的尖麵 成功吃完整 片1300g的麵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嗎 做個動作 我們可以做到飽造的 入口 有可能 你會在哪個動作 擺到 做個動作 擺成